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趁机和杨淑婉离婚 父母离异后 年幼的易能静被送到乡下五年 后来母亲又把她送到了远在香港的姐姐家 当时 易能静的姐夫经商失败 精神状况不好 每次心情不好时 就逮着易能静一顿拳打脚踢 甚至还给她喂过狗粮 多年后 她回忆那段时光 觉得那时的自己和门口的流浪狗没什么两样 这种艰难痛苦的日子已过就是六年 直到母亲找了个日本的老公 易能静才远离了暴虐的姐夫 跟随母亲到日本生活 而她的名字也由吴静怡改成了易能静江 因为从小父母离异 又经历了寄人篱下的日子 易能静变得十分感性 她把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想 都写在了厚厚的日记本上 除此之外 她也寄情书本 平时喜欢读莎士比亚和游侠探险式的小说 上中学时 易能静在作文比赛中获得了第一名 当她到处颠沛琉璃的时候 内地这边的情号在辽宁沈阳姑姑坠地 虽然身处异国他乡 但好在姬父对他们母女都还不错 所以在1985年 17岁的易能静回到台湾进入演艺圈时 为了报答姬父的养育之恩 依然保持了姬父的姓氏 把名字改为易能静 此时 著名音乐人刘温正出现了 1984年 刘温正结束保利金公司的合约 担出歌坛 并创立了飞音公司 回到台湾后的易能静 去了一家影楼拍写真 老板看到她长得漂亮 便征求她的同意 将易能静的照片挂在了店里的橱窗上 有一天 刘温正经过橱窗 发现了这个惊心可人的小美女 便一路找到了易能静 刘温正见到易能静后 非常赏识易能静的才华和音乐天赋 那时刘温正的公司 正准备组建一个偶像组合 于是 在1985年 她就把年纪相仿的易能静 方文林 求海正 组成了少女组合 《非英三叔》 组合一推出便开始走红 得到了许多人的喜爱 尤其是男同胞们 其中 易能静的爱慕者里 就有后来的音乐顽童于成庆 在刘温正的帮助下 易能静自己作词 录制了第一张个人专辑 19岁的最后一天 从此 她成为了一名职业歌手 那时候的易能静 最简单的梦想就是拥有一栋房子 安稳地居住 但现实很残酷 身为公司议员的她 真正获得的收入 与自己的付出 完全不成正比 在这种情况下 多年消失的生父出现了 而易能静也以为 时来的父爱回归了 会曾想 父亲瞒着她签了约 更糟糕的是 签完约 生父就突然 因为一场意外去世了 还给她留了一屁股的债务 原本以为已经好转的人生 就这样重新跌入谷底 直到于成庆的出现 易能静灰暗的人生里 才看到一束阳光 和易能静苦难的遭遇不同 于成庆的家世显赫 父母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后来 易于成庆名气越来越大 许多人都亲切地 称呼她为哈林 哈林和易能静的结合 仿佛就是王子 和灰姑娘的设定 童话里 灰姑娘穿上了玻璃鞋 赢得了王子的喜爱 现实生活里 易能静退去了伪装的一面 把脆弱 矫劲 缺乏安全感的一面 全部暴露给了哈林 或许 每个男人都有歧视情怀 都以为自己 可以挥刀斩荆棘 保护心目中的公主 所以 在后面的二十多年里 于成庆尽自己的努力 爱着易能静 但是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从1986年到2000年 这长达14年的时间里 于成庆一直 都未曾公开 和易能静的恋人关系 她的这种做法 让从小经历颠沛流离 极没安全感的易能静 感到极度不安 她开始胡思乱想 于成庆会不会突然不要自己了 于成庆会不会像外界说的一样 觉得自己配不上她 于成庆是不是根本不爱自己 因此 于成庆不在身边的时候 易能静会疯狂地给她打电话 情绪上来的时候 还会半夜三更离家出走 在易能静如此折腾 如此作的情况下 于成庆选择的沉默和包容 终于漫长的14年恋爱长跑结束了 2000年 哈林终于公开了 和易能静的关系 两人正式注册结婚 2006年 易能静去大清后宫客串 不久 她和黄维德手牵手的照片 登上了各大报社头条 而彼时的于成庆 正在牵着儿子的手散步 出轨丑闻一出 易能静被媒体打成潘金莲 形象声誉 遗落千丈 而黄维德的一句 是她先主动的 更是把易能静 推入了万丈深渊 婚内出轨 在任何时候都不可饶恕 易能静似乎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切 也做好了承担一切后果的准备 2009年3月20日 她通过华裔兄弟经纪公司 正式发表离婚声明 结束与于成庆 9年的婚姻 乃至长达23年的感情 离婚后 易能静开始长达7年左右的心理治疗 许多网友都在说 易能静是典型的表演型人格 这样的说辞 不是空穴来风 从小父母离异 既然离下 让易能静学会了察言观色 也学会了表演 她很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 也努力地向别人证明自己 这一切的一切 都和她的原生家庭和遭遇 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恢复单身之后 易能静开始反省自己 在这种情况下 她和秦浩相遇了 秦浩是一个幽默的东北大男孩 易能静和于成庆那里 没有得到的家人温暖 也在秦浩这里得到了 易能静在于成庆那里的作 在秦浩这里 位置得服服帖帖 当她半夜三更跑出去 秦浩不会像于成庆一样 满大街地去找她 而是坐在家里 一直等着她 直到她自己想开了 乖乖回来 易能静喜欢表现 秦浩就在旁边陪着耍宝 易能静想要公开 想要浪漫婚礼 秦浩就给她一个海岛婚礼 即便如此 没有安全感的易能静 依然会害怕地问秦浩 会抛弃自己吗 秦浩耍了一把浪漫 写了一张字条给易能静 你若不作 我必不负 事后 秦浩说 其实自己只想写四个字 有病得治 言语之中 把易能静拿捏得死死的 既能够安抚她的玻璃心 又能治住她的作病 回首过去的三十多年 易能静和于成庆 真心相爱过 但是 王子和灰姑娘的结合 在现实里结局都是悲惨 离婚后的易能静 在积极寻求自我救赎时 遇到了在低谷时期的情号 两人惺惺相惜 走进了彼此的世界 但是 花开非议和偏见 易能静的成名 就是一个励志的典范 她为了替生父还钱 每天坐五小时的车去歌厅 后半夜再坐五小时的车回家 一唱就是八年 她帮三姐投资火锅店 帮二姐的孩子打点学校 帮妈妈和姐姐买大别墅 在自采访中 鲁玉问 一个人要照顾多少个人 她答七八个吧 在歌厅唱歌时 姐姐们在台前打牌 和客人调笑 唱着唱着 还能脱下文胸 扔向观众 易能静却总在后台看书 在黑暗的日子里 易能静活成了自己的光 也因为经历了太多 在漫长的日子里 她总结出了一套 属于自己的心灵鸡汤 所以才有了她在节目里 偶些惊人的一言一论 但是走到现在 集结歌手 演员 编剧 导演为一身的她 一直在勇敢地做自己 今年6月29日 有八卦媒体晒出了一组 路人偶于女星易能静 带着女儿游玩迪士尼的图片 画面中易能静 几乎是素颜出镜 身着碎花泡泡袖上衣 头发用粉色卡子 精致地憋起 一身打扮显得颇有活力 而通过照片下面的文案 可以得知该照片 是易能静带着女儿 前往迪士尼 华特大剧院时拍下的 她的左侧坐着女儿小米莉 右边还有位披着寸头 身着黑色风衣的同行者 在剧院表演过程中 易能静频频与 这位同行者聊天 时不时注视着对方 看起来十分熟络 拍下这组照片的网友 经过分析 得出了一个结论 右边坐着的这位同行者 一次是易能静 与前夫所生的儿子哈利 而恰好近期 哈利也从国外回到了上海 带着一儿一女 共同游玩迪士尼的易能静 简直是人生赢家 简直是人生赢家 同时 该路人还表示 易能静一行购买的是导览服务 这种服务要求三人启定 总均近4000元 不仅如此 易能静身后 还跟着两位CM 可见 明星出行的成本 及服务的选择 都是要远远优于普通人 当镜头拉近 网友们发现 一向被称为 动灵女神的易能静 侧脸上有着 十分明显的坑坑洼洼 甚至还有一丝线条的痕迹 皮肤也不似精修涂上 那么精致有光泽 而是松弛明显 下巴上还有奇怪的坠肉 耳垂形状也极不自然 这也难怪网友在评论中 纷纷质疑易能静 一美过度 还有看热闹不嫌世代的网友 在评论中猜测 脸上不自然的痕迹 很像线雕留下的凹陷 也可能是长期 打肉毒杆菌 留下的后遗症 易能静一直以来 都十分注重保养 还曾在采访中 透露自己一年的保养费用 就高达七位数 一向以动灵女神著称的她 还常在社交平台上 和粉丝分享 自己的保养经验 在电视节目的 巧妙打光和精修图下 却是难以看出 易能静真实的岁数 如今生图曝光 许多网友表示 突然就接地气了 以前看精修图 都是很完美的 明星也是人 也会随着年岁的增长 自然老去 我们实在不必苛求他们 祝十年如一日 那么精致与完美 最后还是祝福他们一家 可以一直幸福美满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爆妹的视频 就请多多点赞 评论和订阅 我们明天再见哦